近日央视著名主持人倪平被明星中间人向明华控诉,指倪平损害其名誉权。 此事还要从2010年说起,向明华称当时倪平曾经拖欠自己拘监费。 所谓拘监费,既指明星委托中间人,为其承担其他活动的酬劳费。 为此他还特地在2015年5月的时候将倪平诉至法院,但倪平方面却称向明华是骗子。 时隔将近5年,向明华再次将倪平告上法庭,控告倪平侵犯自己名誉权, 并要求倪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共22万余元。 而倪平也通过媒体发声,向明华多年来一直都在找自己的麻烦。 如果此事已经诉至法院,他相信法院会给出公正的裁决。 据悉此案将于4月24号开庭,倪平会委托律师出庭进诉。